大家好 我是套路君 我又来了 今天的话 今天想聊一下 我对批判型思维或者说critical thinking的一个看法 因为为什么想聊 因为今天我看了两条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推 第一条的话是Cathyward和Gary Black 他们在推特上不算一个侦查 算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讨论或者一个交流 第二个的话是这个人 然后这个人的一条推 然后我觉得他的推的话误导性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包括最近的昨天我发的特斯拉的一个视频 底下的一些一些交流吧 也是比较的激烈 包括我前段时间我质疑Open door 我就我质疑华尔街的一个analyst 对Open door EPS的一个就一个预估 然后我觉得他们是有问题的 然后底下很多小伙伴对于我质疑 华尔街的提出的一个疑问 提出了一个质疑 他说你凭什么去质疑华尔街analyst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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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估 然后我想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就我自己完全是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的话先来看一下Cathyward和Gary Black Gary Black是谁呢 他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吧 你可以看他的一个履历 Agon Asset Management, CEO, CIO, Equity, Goldman Sachs,高盛的一个CIO 他们俩首先他们两个人是全是Tesla的一个Bull 就是他们全是看多特斯拉的 主要他们交流什么 主要交流就是我前段时间和大家分享过 Cathyward他认为整个市场上 整个市场那么多年以来一直是用 因为市盈率的话一直是20倍市盈率到25倍市盈率 或者说顶的话就是在25倍市盈率左右 所以他觉得Cathyward觉得整个市场上用的一个discount rate 或者用了一个利率的话 一直是在4%到5% 而和现在利率的一个波动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这就是Cathyward的一个观点 然后Gary Black的话 他提出了一个质疑 他说什么呢 他说首先你去算P1的话 你应该是用1除以2减去G或者2-G 2是什么呢 2的话这边是cost of equity 然后G的话是一个GDP的一个growth 然后这边cost of equity是怎么算出来 他边这边有一个equity risk premium 然后的话就是10年的一个美质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这边假设如果说这边equity risk premium 就是如果说股市的一个premium 股市的话因为风险相对比较高 所以你你应该会有期待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 然后那个期待的比较高的收入的话 就差不多是6% 然后10年的美质的话是百分之二 那二加上八就是二加上六就是八对吧 所以这边的二的话就是八 然后减去二减去个G G是什么G是一个GDP GDP的话 他说如果GDP是三的话 那你加一起的话 就八减去三就八个percent减去三个percent 就是五个percent 对吧 然后一一除以五个percent的话 算出来P1就是二十倍的一个PE 所以他说同理 所以如果说这边的一个两个percent 或者这边那个十年美质的利率是往上升的话 今天从二升到一三的话 所以他的PE就必须降到16.6倍 所以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利率往上升 所以他的PE就往上降 这是他的一个这是他的一个理论 或者这是他提出一个质疑 对于他这个质疑的话 首先我自己我是不认同的 为什么我不认同我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我不认同 首先他这边假设的是利率往上升 利率升到三 其他两连其他两个变量不变 equity6个percent不变 然后剩下的最重要的是GDP的growth不变 首先我可以假设这个6个percent equity equity risk premium不变 但是这个GDP 还是不是3%呢 我觉得这个GDP已经不是3%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利率十年美债利率上升 背后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通胀的一个预期 或者短期通胀的一个预期 短期通胀的一短期 为什么短期会有一个通胀预期在那边 因为经济复苏了 经济复苏的一个信号是什么 经济复苏的一个信号就是GDP的增长要上去了 为什么前段时间美债的利率那么低 因为GDP是负的 对吗 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导致GDP year over year是负的 为什么现在通胀又要上去了呢 因为GDP你可以看到上 就在上一个上一个星期的时候 美联储开会的时候 他们已经说了 美国GDP预计的话 下一个季度GDP的year over year的话 是要将近要超过6% 对吗 所以这个 所以最近来说 为什么通胀要上升 是因为整个经济要复苏了 整个经济复苏的信号是通胀上升 GDP也是上升的 所以通胀上升导致的利率上升 或者导致大家抛出美债导致利率上升 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GDP的预期也上升了 所以这个GDPG的话在这边 已经不是3个percent的 这个GDP是4个percent 甚至于5个percent 对吗 所以如果说他 按照他现在这个公式的话 6加上3的话是9 9的话 你这边已经不再是减去这个3percent了 9的话 你这边要减去一个4的percent 甚至要减去一个5的percent 对吗 所以你再去把这个1去除以一个4percent 或者除以5个percent的话 你算出来就是20倍到25倍的一个市盈率 好吗 所以他这个理论或者他的这个argument的话 我自己是不认同的 好吗 这是第一点 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是Cathie Wood回他了 他说 那你怎么去解释 他说那你怎么去解释 就10年的美债从一直从6%降到0.5的时候 整个p1或者整个标普500的一个p 整个市盈率的话 他一直是在20倍到25倍 那怎么去理解或者Cathie Wood这句话呢 首先Cathie Wood这句话说的是不是对呢 我直接去把数据拉出来 就看一下他说的是不是正确 首先他都说的是 每10年美债从6降到0.5 那差不多他的一个意思的话 就他说的那个区间的话 差不多就是从2000年之后 我这边直接把10年美债和标普500全部拉出来了 这边白色的话是标 标 白色的话是标普500的一个市盈率 就是一个p标普500的p1 蓝色的话就是10年的一个美债 你可以看到这边蓝色的一条 蓝色的一条线的话 在2000年左右的话 这边蓝色蓝色差不多2000年的话 就是在6到7个percent中间 差不多就在6.5个percent中间 就6.6 6.5个percent 然后从2000年一直到今天为止的话 就从6个percent降到0.5个 降到上一年的0.5 这就是Cathie Wood他说的一个区间 差不多就是在过去的20年到21年之间 好吧 这就是整个的一个图 过去过去21年的一个图 这个图上你可能比较难看出来 他的相关性 或者比较难看出来他的correlation 没关系 我直接帮大家把所有的数据全部找出来了 我这边把所有的从2021年 从其实我这边直接拿了58年的一个数据 因为为什么拿58年 因为接下去 Gary Black又回了Cathie Wood 但是他们其实有一点记同鸭奖 首先先看Cathie Wood Cathie Wood这边他说 他是从他说从6个percent降到0.5个percent 十年美债 实际上他指的就是2000年之后的一个相关性 我把数据直接拉出来 首先这边数据是monthly就是每一个月 每一个月的一个数据 然后我看了整个你20年的话 你看20年的话就是差不多就是 240个月的一个相关性 这个相关 从2000年到今天为止的一个相关性的话 是正的0.22 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一去要一定要去看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话 美债的一个10年美债的一个利率和标普500的一个pe 它是正相关的 但是这个正相关是非常非常弱的 是正相关的一个0.22 好吧 这就是Cathie Wood的一个argument 这就是从2000年到2021年 你看标普500的一个市盈率和10年美债 他不单单是负不单单不是负相关 他而且是正相关 只是这个正相关其实是非常非常弱的 好吧 这是Cathie Wood的一个argument 所以Cathie Wood他的一个观点的话 他是完全正确的 然后 然后看这边 然后看Garry Black又回他了 他说 他说PEs 他说PEs are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est rate back by 60 years of data 就是Garry Black 所以你要看清楚Cathie Wood 他说从6%降到0.5 其实Cathie Wood指的是20年的 然后Garry Black他说你错了 他的意思他说PE和interest rate 其实是负相关的 因为是从60年上到来数据是负相关 那Garry Black说的是不是正确的 一样的 我把所有的数据 首先我把这张图拿出来 这边是60年的图 从1965年一直到2021年58年的一个图 你看从从图上来看的话 你可能看的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对吧 没有关系 一样的 我这边数据全部拉出来 我说58年的一个图 58年的monthly correlation 然后monthly data 然后一共58年 58乘以一个 有一共有多少个 就是你之前拿58乘以12 差不多有700多 700多个700多组数据吧 你可以看到他确实是负相关的 而且这个负相关是在负的0.56 所以你回过头再去看的话 Garry Black你说Garry Black这句话的话 他对不对 他说PE is inversely correlated 这句话他说的是对的 他说的而且是一个事实 但是他的这个回答 有没有回答Cathie Wood说的那观点呢 其实是没有回答 这就是我说他们其实是在基同鸭讲 Cathie Wood拿的是20年的数据 而Garry Black拿的是58年 或者说60年的一个数据好吗 所以你单单要去直接去说 去算他的一个相关性 你说PE到底数 市盈率到底和利率是不是有关系 或者股价和利率是不是有关系的话 完全取决于你去看多少时间的数据 如果说你觉得拿58年的数据去看 是比较正确的一个 看的一个区间的话 那Garry Black就是对的 如果说你觉得20年比较正确的 那就是Cathie Wood是对的 所以你说到底是哪个人对 所以完全取决于你看的是多少时间的一个数据好吗 然后的话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人的腿 这个人也是我的关注他的 然后他说他这个人是Mohammed 然后他是他比较喜欢讲一些宏观经济的 你看一下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他说话他是President 然后Queen's College Cambridge University Advisor to Alliance 你可以看一下沃尔顿Professor 他是一个Professor 就也是也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关注人的话 37.6万的一个关注者 但是他今天发了一条推他发的什么 他说了 他说他首先他发下面发的是这个图 然后他说他说他整个来说他就是说 整个EUROZONE或者整个欧洲的话 他们的一个复苏的话没有美国要快 或者说他说Muted 他说Muted expectations for Eurozone EUROZONE recovery 然后他说他说 意思就是整个美国的一个经济复苏的话 要比整个欧洲要好 然后从下面的数据得出来的 然后他举着下面的一个数据 但意思就是这边画出来一个数据 他你可以看到ECB是欧洲的央行吗 European Central Bank Forecast 这边是GDP的一个Forecast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你光从数据上你去看的话 他这边就零到五的话 你可以看到差不多就在一个percent到两个percent 对吗 但你仔细去想一下 上一星期美联储说什么 美联储说美国的GDP差不多在6个percent 你再一看这边数据 一个percent到两个percent 可能欧洲好像真的很差 但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你仔细去看他这边这个数据用的什么 他这边用的是 eurozone GDP change from previous quarter 它是每一个季度比上一个季度 它是四季度去比三季度 二季度去比一季度 它是这样去比的 美国的一个GDP是什么 美国6%的GDP是QE 2021 QE GDP比上2020 QE的一个GDP 这样比出来的话 他预计的话要增长6个percent或者要增长7个percent 你拿这个去比ECB的话 有对比性吗 没有对比性的 因为我是为什么得出来 我是为什么觉得我觉得他这边误导性非常强 因为你去看他前面的一个数据 看他Q 你看他Q3 2020 Q3和20和2020的一个Q2 你可以看到他的Q3的话增长基本上要在多少 要在11到12个percent或者11到12个百分点 所以GDP一个季度增长11到12个 11到12个百分点 你觉得他可不可能是2020的Q3比上2019的Q3呢 肯定不是year over year 他肯定是拿的2020的Q3比上2020的Q2 对吗 这样比出来的话 因为2020的Q2实在太差了 你可以看到2020Q真的非常差 所以去拿2020Q3比上2020Q2的话 才导致了他的Q3直接增长了 直接直接GDP增长了12到13个11到12个percent 对吗 所以从前面的数据你就明显可以得出来 他比的是Q3Q4比Q3Q3比Q2 而不是2020的Q3比上2019的Q3 对吗 所以这边他才出来的数据才是这边 你去笔记录笔记录 他这边一个1%的话 2%的话一定是2021的一个Q4 比上2021的一个Q3 而不是year over year 这就是一个base effect 所以他拿这个数据他来说 他说哎你所以你这样去比的话 你可以看到euro的话 它是非常非常的缓慢 就欧洲比上美国的话是非常非常的缓慢 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misleading 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误导 我觉得他可能根本就没有仔细去看 这张图里面告诉你的是 这张图里面说的是 GDP change from previous quarter 而不是year over year 好吧 就这些东西不是你看到了就一定要去认动的 而且东西你看到的是你要提出质疑的 我觉得他就是起码就是我自己的理解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professor 他自己看到了这个数据之后 他也没有去完全没有去想 这标准数据到底代表什么 直接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欧元区没有美国复苏的好 你觉得真正的事实是这样吗 肯定不是这样的对吗 如果你去比2021的一个Q4的话 你再去比上 你再去比上前面20222021的Q4 比上2020的Q4的话 我相信欧洲的话 或者你比2021Q3比上2022的 比上2021Q3比上2020的Q3的话 欧洲的也是在复苏的 我我记得应该欧洲的话 法国的话可能也是在6%5%到6%吧 我说的是year over year而不是Q 而不是quarter over quarter 他这边是说的是quarter over quarter 所以我就说不是说 不是说今天一个人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他说的话就一定是对的好吗 最后的话我想聊一下就很多小伙伴的一些问题 他说或者一个比较大的疑问就是说 他说涛库星我相信你说的就股市和 或者成长股的一个价格的话和利率 其实没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我相信你说的但是整个华尔街现在很多人 大家很多人都相信这一个故事先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顺着他去做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错的 就但是错的点在哪就是 其实这一种交易 我说你其实你可以顺着整个市场先去的 或者我们说的一个顺势而为 就我们说的一个顺势而为 但其实这种操作的方法或者交易的策略 其实就是momentum momentum trade 或者其实它是叫趋势交易 其实那趋势交易和长期投资 它其实是分开的两种不同的一种投资策略 所以其实是没有可以没有什么对比性的 就你要不就选择长期交易 就你忽略短期的一些趋势 要不你就是做趋势交易 我们说的一个momentum trade 或者swing trade 然后或者包括我们知道做波段都是可以的 其实这种投资的一个区间或者交易的区间 相当上都是比较短的一个一个两个月 或者三个月六个月 看你小趋势还是大趋势 你需要把握的就是你自己 我说过很多次对吧 你需要把握的就是你自己 time要做的非常好 既然你说你既然你知道华尔街现在这个故事线 背后的一个故事线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线 或者只是忽悠大家的一个故事线 但是能忽悠到很多人 那很多人随着他们去交易 那你可以选择加入这个队伍 但你需要对整个市场非常非常的敏感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随时这一个故事线随时会变 一旦这个故事线变的话 你就要知道非常及时的撤出来 对吧 所以可以是这么去的 我从来没有说 我从来没有不建议大家去做趋势交易 我也从来没有不建议 我也从来不建议大家去做 比如说去做一些波段 我说我上次我也说 我说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做波段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非常好 就你一旦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一种投资方式的话 你就继续去做 对于刚刚进入股市的小伙伴的话 肯定是每一样每一样都试下来之后 然后才能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 对吧 所以我并不是说趋势交易不好 我并不是说默默腾交易不好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小伙伴问我 他说他我听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这么去做 一旦有小伙伴问出我这样一个问题 我都会说你去做 因为你有这个想法 你不去做的话 以后一定会后悔 因为你只有试完之后 你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适合自己还是不适合自己 对吧 所以这个这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 因为你说你一定说趋势交易一定比长期交易好吗 不一定的 趋势交易做的好的人 我相信一定比长期交易的一些一些投资者做的非做做的更好 所以没有一个对的 没有一个对的一个答案 好吧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正好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家公司 然后其实也是上星期和他们交流过的 然后正好我看到这两个天我看到油油油管上的话有他们他们做广告 然后这家公司名字叫 boosted a boosted.ai 他是一家量化基金公司 然后上星期和他们交流了一下 不是说我们要去用他们用他们的一个一个product 只是他们介绍了一下他们的一个产品 这家公司啊 基本上基本上他们就是什么量化基金的 他们其实是自己用了自己建了一个模型出来 然后他们建了一个模型出来的话 他的一个rebalance就是他基本上他的一个rebalance rate的话是180% 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手里持有的个股的话 基本从来不会超过一个月 基本上都是在半个月到三个星期的话 他们就会买经过买经就会卖出了 而且我看过他们介绍一个他们介绍完他们的模型之后 他们的模型是永远不管这家公司的一个基本面的 所有东西全部从数字出发 包括一些adness的一些reading啊 包括公司比如说公司的一个PE啊 公司的一些某一些比如说RSI值啊 比如说一些MACD一些值啊 全部是从数字出发的 他们全部是从模型出发 完全不管公司的一个基本面 然后按照个股把它把它继续排列 然后你可以根据他们的一个模型 你去买他们个股排列的一个前 比如说前五或者前十 然后去卖出他们排在最后面的一个最后面的一个五 排在最后面五五只股票或者十只股票 然后你做一个long short就是short后面的 然后long前面的一些股票的话 他们最后算出来的一个模型的话 他们能够比标普五百高百分之 每年可以outperform标普五百百分之二十 这是他们的一个理想中的一个结果 就你信或者不信 你可以去用一下他们的产品啊 他们你感兴趣的同学 他们你可以去网上下载一下他们的一个白皮书吧 但是你要需要把自己公司的名字放进去 然后可以当可以下载他们的白皮书 看一下他们到底是用的哪些技术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家量化基金公司 就你如果要做短线的话 你或者你如果要做一些 我说的一些一些量一些momentum trade 或者一些波段的话 你的对手就是他们 就是一些量化基金公司 这些公司的话 根本就不管公司基本 不管你今天是特斯拉 不管你今天是特斯拉 amazon或者其他或者jp 摩根银行股市优股 完全不管了 他所有股票全部在里面 所有全部从数据出发 完全忽略基本面 好吗 这就是这基本上就是 量化基金公司背后才做的 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是 没有对或者是错的 如果说大家觉得我一定要去试着 或者顺势而为的话 觉得整个市场现在就这么走的 我不去走 我去逆试的话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或者说我拿在手里拿不住 你硬要我在那边拿着 或长职的话非常难受 那就去做完 我说没有一个 没有一种投资策略 或者交易策略一定是一个对的方向 只有自己去试完之后慢慢的摸索 才能最后找到自己 比较适合的一个投资策略 好吧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然后希望给大家有帮助 好吗 那我们明天再见